2020年对于你们来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第二组 画风不太一样 结婚 结婚吧 你后悔吗 我后悔还来得及吗 你觉得呢 不后悔 在朋友眼里看来 我们俩金童玉女 童话版的爱情 我叫张硕 92年生 来自河南洛阳 然后现居于江苏南京 职业是广告制片 我叫王伟 大家也可以叫王睡水 睡水都可以 我从2017年毕业到今年 2023年 就是一直都在做美妆博主 好漂亮 漂亮 果断 睿智 可爱 她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格 然后呢摇摆不定 比较喜欢尝试新鲜的事情吧 我们从校园走向婚纱 还是从高中校园 走向大学校园再走向婚纱 我们当大学在一起 盘了七年到今年是第十年 哇 美好都不得了 当时我去上编导班 然后认识的 我第一眼看见她 就是她跟我之前见过的女孩 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 从此对我死缠烂打了两年 她最后的方式就是贴在你身边 就是想办法设法在你的身边出现 然后就是为你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就是她家住那么远 然后每天还要就是陪我上下学 我连瓶盘都没自己拧过 就不是我让她拧 她都会先拧她给我 就非常无畏不知 其实当时也不知道在一起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 就是心里有这么一个人 没事就老想找她 然后跟她说要不要在一起试试 那个感觉我也是窃喜的 我就 这个是形容不出来 但是现在想来在那个年纪 有这样的体验 很美好 我们现在去卢米娅看庭吃饭了 跟过生日的小朋友 她俩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对呀 一直在撒汤 我们俩从20年婚后 其实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甜蜜期的 但是慢慢慢慢的就 正好就变多了 我真觉得 每次一看你干活 我真来气 那你就别看呀 不是 你在磨叽 我收不收拾了 这得收拾你 不是 我哪磨叽了 我多年 一起吃饭了 我一相处的就变少了 交流也变少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不太想主动跟她沟通 因为我觉得她脾气一点就着 后来 我觉得她原来不这样 就感觉 怎么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反而越来越过不到一起去 感觉三观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幸福都是在结婚之前 对 我的那个观念里 我觉得家里好像就是应该 妈妈去把这个家收拾得好好的 原本觉得 女的不应该是这样吗 就我们俩在一起生活 也不应该是这样吗 就非常的匪夷所思 我不太理解 她有时候在意的一些点 她可能想要一个保姆 死缠烂打两年找个保姆 我不是这种人 我还挺想跟她能一块做饭的 但是她说她不碰火 我也不知道 她自己都已经那么像火了 她为啥不碰火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 说根本是因为我觉得 张说这个人太不成熟了 我觉得她还没有成长为 能够成为一个独当的一面的 一个家庭的 一个男主人的一个身份 我现在其实搞不懂 她所谓的成熟 到底是对她的包容程度 还是说 她还是说什么 她喜欢喝大酒 喝到断片 一个礼拜 七天 她能出去喝个六天酒 然后呢 就开始慢慢变成喝四天酒的原因 是因为她喝不动了 她上年纪了 她酒量没那么好的 并不是因为她不想喝酒 甚至于 就算不喝酒 她要去挫这个热闹 她去看别人喝酒 然后也要更够我在一个桌子上 吹牛 说一些没有影响的话 就出一个那么喝酒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 我需要释放我的情绪 我身边的朋友 每个人带给我的情绪价值 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她的压力还来自于哪里 我也没有说去指望她 去给我买东西 我也没有说指望她 去干出一番什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 都没有 而且没有割酒的情况下 我就没见过她 除了还干过打游戏 其他之外的事情 没长大 一打就是打到晚上一两点 就头发都熬秃了 你现在看她头有多秃 你说她熬得有多秃 全是打游戏打出来的 不是因为说是心里想着工作 想出来的头秃 非常不卷 我就没见过 我就没见过像张说之后 不卷的90号 她的沟通方式我觉得太直接 甚至可以说有点暴力 对我来说 她那个嘴可毒了 她嘴太毒了 嘴太毒了 我原来还会 我在那见见 我跟她认错 我在她旁边 旁边蹲蹲坐坐 我还错了 我错了错了 也确实是我承认啊 就是我在一些事情上 我对她的容忍度 没有那么高了 现在如果说 真是你觉得我不高兴了 她说我错了错了 我错了行吧 我会更加生气 我会跟她吵到底 我会吵到就是 我把我委屈 加到她上为止 我会抱负回去 你比较有共情的是谁啊 宋老师 我觉得于我来说 我比她更卑微吧 这么长时间 慢慢慢慢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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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我也不知道怎么哄 每次她生气 都要等她自己消气 这个事才算完 我哄了没有用 所以我就尽量不让她生气 那就导致现在就尽量 就少跟她沟通 而且看她越来越不顺眼了 我宁愿跟狗说话 都不愿意理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真的好毒 我觉得 我跟她应该都蛮一致的 就是室有关系 室有关系 你还开电脑干啥 这家里蛮乱的 好乱 我说你还开电脑干嘛 看东西吃点东西 你用电脑吃东西 我看看东西吃东西 你东西熟不熟了 我换外卖先叫了吧 你不吃 我不吃 就是纯粹的室有关系 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 互不干涉 互不打扰 从一个门同进同出 这就是室有关系 那你还要怎么美化它呢 我们是已婚的状态 但是没夫妻之名 我们其实没有领证 我们是先办了仪式的 当时是有想过说是 后面跟张说领证这个事情的 但是就是在我婚礼上 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让我觉得对这个人有一点 犹豫 所以第一次领证的时候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忘带照片了 第一次就没有领 然后第二次可能又是家里催他了 我又说明我带照片 他应该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我觉得以他的智慧 他应该就这种大事 他应该不会没带 他可能是心里有什么顾虑 什么事情 对 什么事情 但是我也没问 他既然有这个顾虑 那我为什么要去逼他呢 或者逼问他呢 我觉得这事蛮严重的 让我非常匪夷所思 就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 你这么没有底线吗 那我们还领这个证感吗 我就觉得我这件事情 我是对的 而且这是一个 不管谁来看都是对的事情 就能把警察交易 也是我对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能有一个正常的 合理的解决方式呢 我真的是想不通了 我现在还想不通 当时我会很疑惑 但是没有去追问 我是一个忘记这种事 忘得比较快的人 可能有其他的事 塞到我的脑子里 我这个事我就忘了 这是不负责的 对 他就是逃避嘛 鸵鸟心态 什么事啊 对 到底什么事 我感觉 我们俩现在的婚姻像是 在一个山坡上 有一个玻璃建的房子 外表看起来很美观 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他有他的风险 可能就是比较遗憾 就是当时感情那么好的 会走到现在吧 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是 别人眼里的那种 模范夫妻 模范情侣 对 夫妻有争执 然后过不下去 就一定选择离婚 就是最优解吗 哇 哎呀 好奇怪 为什么会没有领证呢 但是一起在十年 他说因为婚礼上的一个事情 说不好的事情 好难猜 什么没有底线的事情 本来乱猜 我会猜是前任闹场 可是他们说他们是校园情侣 又不太合理 Zili是个大事 但是很奇怪 就是一方说没有底线 说什么警察来了 都是我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方说 这个时候我已经忘了 不可能 他肯定没有忘 他就是逃避这个问题 他心里面耿耿于怀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 婚礼的时候闹新娘 闹伴娘 就是闹的时候 女生都觉得 这已经 这都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这都要报警了 男生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 就就玩嘛热闹 这个倒是蛮复合 男生肯定理亏 不然他不会说我忘了 他会说我没有错 对 这个推理好 男生理亏 然后又没有拿出态度 是的 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男的也不追究 不敢问 然后两个人还继续过下去 但是他们两个人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他们在一起很多年 这些问题我才看到 对 就比如说玩游戏 然后比如说爱喝酒 对 这又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情况 这不可能是说 我从两年前 突然之间我开始酗酒了 对 那肯定是之前就开始喝了 也是 但我想分享一个我的经验 因为我对校园爱情 可能也算有点发言权 我跟我老婆都是各自在大学里边 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 我们俩说的最常 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等到以后 毕业以后就怎么样 工作以后就怎么样 但是校园的好处就是 你有希望 对 你就总觉得说将来有一天 你离开了这个地方 你未来是无可限量的 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但是你一旦离开了 真的你离开了那个校园之后 就那个现实就是 咚一下子 撞过来 然后你就发现说就这 那一刻你才觉得说 好像没有办法逃避了 你只能面对了 对 那个校园恋情的 走入婚姻 跟出了社会以后 再走入婚姻的这个期待 跟感觉是不一样吧 没有 他以前这个没时间 时间都在送他上下学 现在就不用送了嘛 就开始打游戏了 而且因为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落差 在校园拍电影 可能你是风云儿 然后你会觉得未来有无限展望 男生的眼睛都是亮的 然后出来以后发觉 他每天在电脑前面点外卖 眼神都真的暗淡 你会非常的失落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 那个差异是在于结婚 结婚这件事情好像某种意义上 也代表着说我们的关系已经 理所当然 对 真的有很多追你的时候 会不会都天天跪在地上 然后等到追到你之后 就一下子感觉人好像就变 就感觉我得手之后 我就不需要再 男生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这种落差是一定会有的 我们去追女孩的时候 你一定是鼓起你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力量 可是这种力量 你不可能持续一辈子 不能持久 我会认为这种落差 应该做一个适度的转型 让老婆感受到 她用心工作的一面 让老婆感受到 我希望能够为这个家付出尽责 那即便我不像婚前那么天天写情书 也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斥责 那现在的麻烦就是 婚前的没做到 婚后该做的也没做 才会有这个落差 对 我感觉Melody看进去了 就是你现在深度共情这个女生 没有 我在想说 这个女生也挺可怜的 就是被骗了 因为那个男的死缠烂打 两年追她 然后爱她 宝贝你美漂亮 她不是被骗了 她这十年了 她十年都看不出来 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Melody你以前也会有这种落差感吗 当然有 婚姻前跟婚姻后当然不一样 婚姻当然最好的状态 我们都希望是还维持谈恋爱 然后一起好好的过日子 但是要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会有落差 以前男生追你的时候 你也是很可爱啊 很温柔啊 然后讲话都牺牲小语啊 结了婚之后就是用口答来 我不是跟你讲话吗 你怎么都不回答我 你听不到吗 为什么这样我要吼的 这样子好了 我觉得还是在男生身上 因为女生之前就算谈恋爱的话 也会吵架也会吼 是 女生为什么会吼 那就是说明她没有在男方那得到她想要的回应 她才会越逼她越激烈 我觉得男生如果做好一点 女生也不会这么极端 但是她一周出去喝六天酒这个事情 不能接受 这是不对 医生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医生都不能 她会不会是在婚礼上喝大了 这也非常合逻辑 因为她也可能会说 这个事情就对男人来讲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她后来忘记了也很合理 断圈了 其实是 也有可能 这对很大的一个谜题 还是婚礼上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要再继续看下去 看看到底他们的矛盾是什么